那么在今天的国家防灾日 总统蔡英文是前往了花莲特殊教育学校 了解身心障碍学生如何在老师的训练以及引导之下 进行地震避难 从接获警报就地掩蔽 到情绪障碍的学生协助安抚 以及轮移生以及智障学童自走式避难梯 从高层楼疏散到集合点等等的演练 蔡英文总统21号上午是来到花莲特教学校 了解身心障碍学生如何在老师的训练 以及指引之下进行地震避难 从接获警报就地掩护到情绪障碍学生的协助与安抚 以轮椅协助肢体障碍学童 从高楼城疏散至集合地点的演练 蔡总统强调师生共同学习防灾知识 保护彼此的生命安全 是这一次的演练重要的项目之一 从刚刚的演练 我们可以看得到花莲特殊教育学校的师长 尤其是我们的校长 对于同学的用心及关怀 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能够收到正确及时的警报通知 同学们也在相互协助之下 确实的完成趴下掩护稳住的抗震保命三个步骤 以及其他的演练项目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我们坐轮椅的同学 以及有肢体障碍的同学 也透过自走式的避难避难梯 从二楼进行垂直疏散 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配合交通部中央气象局 强证及时警报软体 发布模拟地震讯息 全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同步实施地震避难 掩护演练 推动安全的韧性防灾校园 让家长安心 并给孩子们一个健康安全成长的学习环境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导